据报道,纽约商品交易所可可期货价格近日上涨至每吨3552美元,并一度达到每吨3569美元的峰值。这是自2011年3月以来的最高价格。专家认为,可可价格的上涨主要是由于全球供应量的下降,西非地区是可可的主要产地,而当地正面临产量下降的风险。 专家称,由于今年极端天气频发以及俄乌冲突带来的化肥价格上涨,科特迪瓦和加纳的种植户减少了化肥的使用量,而这威胁到了这两个全球可可生产大国的可可产量。 此外,鄂尔尼诺现象也会导致西非地区降雨量减少,预计从11月开始,当地可能会面临一个十分严重的旱季。 彭博社预计,科特迪瓦今年的可可产量将同比下降20%,加纳的可可产量预计将低于历史平均水平。 由于可可产量的减少以及价格的提高,全球主要巧克力生产商瑞士联和好食食品公司日前都表示,其产品价格将进一步上涨。